据法新社8月14日报道 黎巴嫩周一下令冻结该国央行前行长的银行账户 几天前 美国 英国和加拿大也对他实施了制裁 现年73岁的李亚德·萨拉玛在担任黎巴嫩央行长职务30年后 于7月底卸任 没有继任者 他被普遍视为黎巴嫩经济崩溃的罪魁祸首 黎巴嫩央行在一份声明中说 该银行的特别调查委员会已下令取消银行保密制度 并冻结与萨拉玛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账户 同时被冻结账户的还有萨拉玛的儿子 兄弟 前助手和前女友 8月10日 美国 加拿大和英国宣布对萨拉玛和他的兄弟及前助手实施制裁 萨拉玛在法国和德国受到通缉 国际刑警组织已对他发布红色通缉 但黎巴嫩通常不向其他国家引渡本国公民 美国安卖企业咨询公司对黎巴嫩央行进行的初步审计 披露了萨拉玛任央行行长期间的大量不法行为 关注我 了解更多国际时事